一架飞机驶过机场跑道 原本平整的路面被压成了碎渣 这到底是什么豆腐渣工程呢 原来这就是为给飞机跑道避险而设计的阻拦床 在面对跑道较短的停机坪 比如航母时 会有阻拦锁或者阻拦网进行拦截 实在不行 舰载机还能起飞再重新降落 但民航客机如果冲出跑道 那么就有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2015年5月 福州机场一架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故障 导致飞机直接划出了跑道 而面对这种情况 就不得不提EMAS系统了 这是一种铺设在跑道最前端 对冲出跑道的飞机 起到阻拦作用的安全设施 也被称为飞机跑道阻拦系统 1996年 首次运用在了纽约肯尼迪机场 并成功蓝停了三架飞机 随后正式在美国开始了推广使用 截至目前 全美已经有69个机场 铺设了117套机场拦阻系统 并成功蓝停了八架飞机 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2008年7月 墨西哥航空一架A320客机着陆时 冲出了跑道 随后成功被EMAS系统蓝停 机上145人获救 仅一名空姐受轻伤 还有2019年2月 密苏里州坎萨斯城机场的EMAS系统 安全蓝停了一架飞机 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我国的阻拦系统 也在2012年7月 由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研发了出来 目前我国一共有四个机场 安装有阻拦系统 分别是腾冲 潘之花 灵芝和尊义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飞机跑道拦阻系统 究竟是怎样拦截飞机的吧 飞机在降落时冲出跑道末端的时速 在130公里 时速之快 对EMAS系统的材质 有着极高的要求 EMAS的路面 是由多孔泡沫材料构成的 这种轻质 可压碎的蜂窝状水泥材料 对发动机的喷气冲击十分耐受 能够使 非碾压部分 不会因发动机的喷气而产生碎裂 更大程度的保护了机体和路面 当飞机冲出跑道时 受到冲击的阻拦床 就会开始压缩变形 随着阻力越来越大 速度就会越来越慢 最终达到江崎逼停的目的 而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该系统是一次性的 使用一次之后就要重新铺设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机场跑道不安装 像航母上的阻拦锁一样的阻拦机呢 首先从航母上的舰载机来说 它能成功被阻拦锁拦停 靠的不是一头扎上去 而是飞机尾部的一个钩子 即便民航客机尾部也能安装钩子 那再来看看它的时速和重量 一架民航客机重达三四十吨 在降落时的速度 达到了270公里每小时 也就是说 要让一架重达三十吨的客机 在数秒内逼停 那么根据动能公式计算 这大概要承受一亿较傲的能量冲击 先不说钩子能不能承受 飞机上的乘客 估计都要被折腾散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